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 马龙在这次奥运会上再次拿到了男单冠军 作为一位33岁的老将 马龙实现了自己乒乓生涯的双满冠 连日本乒乓球女队的队长石川佳纯 也曾对他一见清晰 彼时石川佳纯多次当着媒体的面表白马龙 一心想成为一个中国媳妇 可是马龙却从来没有对此做出过回应 因为此时他的心里早已住了一个女神般的人物 其实马龙走到现在实在不算容易 很多球迷都是跟奥运会一样四年一见 从16年里约到如今的东京奥运会 1988年马龙出生在辽宁安山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都很疼爱他 但是马龙从小性格就比较内向 又加上体弱多病 于是家人就想让他学习一项运动增强体质 思来想去龙爸决定让儿子学习乒乓球 于是年仅五岁的安山小马开始学习乒乓球 当时幼年的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热爱 听话的他只知道这是父亲的安排 父母总不会做什么伤害孩子的事 可是没想到乒乓球就是这么有魔力 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彻底爱上了这项运动 尤其是在1995年天津市乒赛之后 中国队再次包揽了所有赛事的金牌 让全国上下都迎来了一股乒乓热潮 当然这股热潮也席卷了安山 让年仅七岁的马龙深受鼓舞 从此安山小马也确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 他想像那些赛场上的运动员们一样 也能拿金牌为国争光 此后枯燥的球台渐渐变得有趣起来 1999年11岁的马龙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进阶 他从安山体校来到了辽宁体校训练 但是中国是乒乓大国 想要成为国手的运动员太多了 尤其是像马龙这样的小身板更是难上加难 他在辽宁体校训练一直没有受到太多重视 在这待了两年 辽宁省队的教练都没有看中他 但是好在马龙没有放弃 那时候他还小 想着早晚有机会轮到他 于是他开始拼命加烈 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机会 在一次比赛当中 马龙发挥的特别好 他的优异表现也确实被一位教练看在了眼里 不过这位教练不是辽宁省队的 而是来自北京队的关华安 在关教练的努力下 马龙被调入到了北京队训练 从此安山小马背井离乡 成了北京队的一颗好苗子 在关教练的指导下 马龙顺利从北京二队顺利被选进了国家队 但是进入国家队不是最终目标 而是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因为在这里队友都是全国各地选来的冠军 师哥们甚至早就打过奥运会 世锦赛等世界赛事 教练也是奥运冠军 假如你打球不出彩 别说成为不了主力 被送回省队重新训练 也是有可能的 加上马龙性格内向腼腆 有什么话都喜欢自己憋着 整天像个闷葫芦似的 因此对他来说 压力仿佛比别人更大一些 但是好在安山小马依然很努力 机会也依然在等待着他 他从二队升到一队 随后也开始参加一些国际赛事 2006年之后 马龙 张继科 许新 成了国平队力捧的接班人 而在这几年里 作为小将的马龙 已经拿到了世界杯 士兵赛的冠军 但是上坡路才刚刚开始走 低谷却先来了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三年的士兵赛上 马龙接连膝败 输给张继科 被王浩克制 甚至后来还被小将 樊振东按着打 那几年的马龙 一直输在心态上 明明技术已是世界第一 可是每到大赛上 他总是克服不了 心里的那道坎 连粉丝看他打球 都觉得憋屈 纷纷脱粉 但是职场失忆之下 马龙却邂逅了 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感情 他的初恋要来了 2010年 马龙和队友们 来到南京训练 并且在队里的安排下 参加了南京青少年的 文体交流活动 彼时有一个 校花级别的美女 走上台来 他问马龙 可以教我发球吗 彼时马龙22岁 常年在队里训练的他 几乎没有机会认识外面的女生 身边的朋友 几乎都是国平队的兄弟 男队和女队的队员 在一起的也有例子 比如许昕的妻子 就是女平队的姚燕 但是 马龙一直沉浸在训练当中 感情的事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 于是 当年仅18岁的下路 站在他的眼前 瞬间 就让马龙陷入了爱河 但是和很多俗套的青春剧一样 两个懵懂的年轻人 一开始并没有走到一起 马龙性格敏感 鄙视的他又处于低谷期 内心忍受着双重煎熬的他 不知此时压力到底有多大 那时 下路是河海大学法律系的校花 而自己只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 在强大的国平队当中 算不得佼佼者 因此 面对这样一个优秀的姑娘 她连表白的勇气都没有 于是两个人也一直 以朋友的状态相处着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 下路成了马龙唯一的灵魂寄托 但是 尽管马龙心里有下路 可是不说出来 女孩子哪里猜得透她的心思 于是 对于这段友情之上的感情 下路先开口了 她想 要有一个真正的名头 要不然这段感情 到底算怎么回事 可是 面对下路的表白 马龙拒绝了 她说 下路是个好姑娘 可是自己却没资格 享受爱情 这话一出来 下路顿时感到一阵冰凉 可是 随后马龙却接着说道 我也喜欢你 但是 等我拿到世界冠军 我们才能 真真正正的在一起 从此 下路心里有了底 尽管对当时的马龙来说 不克服心里难关 想拿奥运冠军 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是 下路却对她有信心 她愿意等 之后的马龙 拿出了 鱼公移山的精神 心态扛不过 她就跟自己较劲 不停地磨脸 硬刚 心里那一关过去了 她又开始调整战术 技术风格开始转变 也简化了打法 加强了防守与控制 于是在度过了最憋屈的两年之后 马龙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2015年 27岁的马龙 以破竹之势 绝地反击 以4比1的大比分优势 力压樊振东 拿到了世平赛的冠军 2016年 她又与许新 张继柯 组成三剑客 征战 礼乐奥运会 这次 马龙终于彻底释放了出来 她的粉丝 也不必再为她感到憋屈了 就在马龙屡次创造奇迹的时候 夏璐 也一直在背后陪着她 可是还没等她 拿着奥运冠军的奖牌 去找夏璐 那边 日本队的石川家纯 却对她展开了表白 不止一次的 石川家纯在媒体采访时 表达了对马龙的敬佩之情 当中国记者问到 她想要和水组成双打搭档时 石川家纯一脸害羞 然后很确定地 说出了马龙的名字 当时福原爱还没退役 于是石川家纯 就让这位中国队的团宠 带着她找马龙合影 其实石川家纯 也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多年在中国学习的她 估计也想成为一个中国媳妇 可是这位日本乒乓球女神 没能等到偶像马龙的回应 因为她一拿到金牌 就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南京 八年来的不易 下路终于等到了最好的答复 但是就在二人的感情曝光之后 下路却成了网友们争议的对象 彼此暴照都露出 深微事业线的笑话时 纷纷表示不理解 于是网上也出现了很多 关于下路的负面新闻 甚至网友们还扒出了 下路的私人账号和信息 可看着多年深爱的女朋友 受到如此多的诽谤和争议 安山小马终于不再如当年那样 优柔寡断 她十分有担当地 晒出了两人的合影 并说道 八年不易 我们很好 算是堵住了悠悠众口 也为女朋友证了名 2017年 马龙晒出儿子的照片 小两口晋升为三口之家 2018年 她退赛后开始专心治疗 有了儿子之后的马龙 更加有担当 离开赛场八个月 三个月没有碰过球拍 这期间 下路一直陪着她 儿子也是她的动力 2019年 她再次以王者的身份归来 争得了士兵赛冠军 如今 她再次战赏了奥运会赛场 扛着巨大的压力 再次拿到奥运会金牌 如今 马龙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 依旧在乒乓这条路上 前进着 她那段灰暗的日子 也多亏有了下路陪她度过 从一开始 这段恋情就一直十分低调 下路为了丈夫 也从不张扬 作为背后默默付出的妻子 下路绝对是一位良配 如今 马龙再次取得好成绩 也希望 她也如刘国梁的祝福一样 人生继续添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